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 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未来的十华人二十年 无数的企业 无数的企业 会因为互联网发生制造变化 Dear Professor Hockey I'm Carrie Wang from China 很责怪自己 我们下来更好一点 来到王者的药 什么 什么是喜好 不管你出流 我决定地上 我决定在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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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个颁奖仪式刚刚开始的时候,有人问你叫少年,然后我还听到从我同年龄的人说,哎,就那个三个小孩中的那个小孩。但是呢,刚才我分明听你说你都已经18岁了,小孩,少年,青年,其喜欢,怎么称呼你了? 叫我青少年。 真好,叫少年啊,不仅仅说年龄,他是青春气息,是吧?青春气息的人才能那个叫少年。那要不要展望一下,十年以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呢? 其实我们大家心里很多人想,哎呀,要不要长大就保持着这种青春的样子就很好啊,但是毕竟要长大的,人家已经18岁了,28岁会怎样呢? 我觉得十年以后的话,也希望像现在一样,也希望像现在一样能够去看过去的自己也是,呃,是不虚度时光的,也是有成就感的,有安全感的。对,所以我觉得十年后的自己也是会有更好的作品和音乐带给大家。 这样我们特别的期待吧,期待着每年都有我们带来问大家的消息,让他成熟地走向28岁的时候,他一个更完美的形象在我们的一切。祝福您。 谢谢,谢谢。 好,我们翻译。